大家好,我是哈利太太 家裡有斑點的香蕉 如果不想做muffin 又或者香蕉蛋糕 大家可以嘗嘗這次的食譜 我加了香蕉去排包 和家人心靈相通 同一天,大家都買了香蕉回家 哪有這麼快吃得完 結果就起了斑點 要考慮一下才行 這次我用了一隻比較大的香蕉 首先,把它壓成蓉 香蕉是會氧化的水果 壓成蓉之後,就要盡快準備麵團 首先,把麵粉大致分成兩碗 加入糖 酵母 鹽 然後是煉奶 不過留意煉奶和香蕉的香味 會互相增重 所以這次我在食譜 我也是用了少許 你不下的也可以 你不下的也可以 之後,加入已經壓溶了的香蕉 牛奶 和淡忌廉 室溫水,我們會留待麵團成左右 才按需要加入 如果你是用廚師機 或者麵包機裡面的油麵功能 水份的份量可以略為提升 好 開始油麵的程序 今次我開著著士音樂去油麵 感覺都很好 到麵團不再黏手 就可以加入無鹽牛油 當牛油和麵團混為一體 就可以用你熟悉的手法 繼續幫麵團產生根性 手油對於初學者來說 非常大的挑戰 但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 最後看到它 彈彈彈彈彈彈彈 很有成功感 拉一下它 看看它的狀況如何 初油時候的溫度 力度和時間有趣 這次的麵團 我很滿意 滾完就可以進行第一次發酵了 我會放入一個沒有開的焗爐 爬一塊濕布 旁邊放一盆出煙的熱水 這次我要一個很鬆軟的排包 所以發酵的時間 不能節省 第一次發酵 我用了一個小時 放在焗爐盆裡 等待的時間很猛長 我去了製好一張烘焙紙 用來放進烘焙盆裡 排包的造型 其實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的烤焗盆 家裡如果有一些矮新的大盤 只要鋪好一張烘焙紙 你一樣可以做得到 一個小時過去 麵團升大了兩倍了 把手指放進去 沒有回彈 代表發酵成功 隨打下幫它排氣 就可以移去工作台 繼續之後的程序 分割麵團 今次我分了八等份 用個綁幫幫幫自己 希望每份麵團 都不要多過兩克的差異 把它滾完 收口 就可以讓它休息十分鐘 時間一到 鬆弛的程序 軟筆 就可以拿麵團出來造型了 自學烘焙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從自己的失誤中學習 特別記得清楚 排氣要排得好 如果不是焗出來 麵包面頭有很多氣泡 造型就會不漂亮 第二就是 捲麵團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向內壓 否則中間也會留有空位 當然 你的麵包純粹是家人自己吃 又不用去到完美主意 八條麵包捲好 就可以放到焗盤 我為了焗好之後 效果比較漂亮 我頭頭尾尾做了一點修緝 放入一個沒有開的焗爐 蓋快濕布 旁邊放出煙的熱水 最後一次發酵 時間一定要足夠 否則麵包就不鬆 不軟了 我足足等了它45分鐘 發酵完成的牌包 這個時候開始預熱焗爐 同一時間就可以把全蛋液 掃上 用心掃 掃得均勻 焗出來的樣子就會很漂亮 當然 家庭食用的可以省略這個程序 開始焗麵包 這次我用了190度 15分鐘 把麵包拌勻 焗好 這次我用了新鮮的香蕉 它夠熟 夠爛 做麵團的過程 一直都散發著很香的香蕉香味 麵包 麵包 煮好了香蕉香味 淡淡的 如果您好追求很香蕉味的麵包 難免都要下香蕉香油 加了淡忌廉 和發酵的時間夠 它很鬆 很軟 撕開給大家看一下 今次這個新嘗試 我很滿意 終於站好家裡的斑點香蕉 明天早餐又有著落 夏莉太太多謝大家 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我更有動力去練習我的胸陪 和大家繼續分享 下次見 拜拜